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来看这则相当温馨的报导 而这个地方就位在万里地区中府里 因为有一位理性男子 他的生活相当的困苦 索性在当地有了这位热心的好里长 他叫做何宝环 得知这位理性男子的生活情况 主动表达关怀 甚至还带着他到处就医 找到了住的地方 里长的善心一举 也引来了更多团体的协助帮忙 万里区中府里有一位理性的中年男子 从小就缺乏家人照顾到处为家 在新任里长选举期间走访之后 也发现了这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头痛人物 在实地的了解之后 才发现这位李先生其实是缺乏关心 自信心较低落 不是大家口中的这么头痛 为此当选里长之后 也帮李先生买饭吃 注重他身体的整洁 也带他去看医生 近来社团法人观世音 慈心会也来捐款帮助 甚至为他修缮老屋 帮他找到安置的场所 因为我是要选里长的时候 我拜访这个乡亲的时候 发现说他的困难 所以我当选以后 我就一直都看他这样很可怜 就帮他处理这些事 好像都会到里洗澡 对 没有洗 所以邻居都嫌他很臭 大家都不给他靠近 社会大众大家都关心他 不要排斥他 其实他很善良 睡庙 好像大桥都在外面 大桥都在外面 西街坊 所以我们第一次来 里长报来说 里面南七八糟 我就决定说 就已经把他整理 因为他没有睡着的地方 一斗部都在睡 床啊 洗澡什么都没有 里就在嘛 明镇啊 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这样这样做 其实我们动作很快 我们第一天 好像换了 我就叫他把他处理 对 所以我们现在都做 就蛮快的 还是要谢谢里长的票 原本到处为家 或是住在庙里 洗澡生活 齐居都在西旁边 在里长的协处之下 终于有一处遮风避雨的老屋 可以让他居住 不过确实连门都没有 随即在观世音慈兴会的协助之下 老屋整修 木造屋顶也换成钢骨结构的铁皮屋顶 还有放入床具与家具 让李先生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很感谢我们社团法人 观世音慈兴会 他在这边捐助了很多的物资 包括房子的整修 然后还有一些棉被船 然后椅子 都做了 让全部东西都由他们的义工 全部自己搬运过来 然后帮他们亲自布置 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小小 但是有家很温馨的感觉 那希望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李明 可以很安心的在这边居住 那我们公所也是随时都要 在关心他的状况 都有来访问 我们社会客经常都是来访试他 会送一些他需要的物资过来 而房里区公所也带着棉被与生活物资 来协助安置 而李长也拿出李先生 经过医疗人员协助之后 开始手抄的薪金 给慈善会的会员们观赏 希望大众可以多给李先生 一些关心耐心与善心 让李先生不论在生活 以及精神上都能够有所进步 记者老平衡万里采访报道